那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怎么样使用MMAP呢 把一个文件映射到内存里边 那么把一个文件映射到内存里边的本质呢 其实是把这个文件呢 映射到当前进程的某一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那映射过去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呢可以通过访问这个虚拟内存区域呢 来访问这个文件了 但是呢经过我们之前的分析啊 这个MMAP可以把文件映射到这个内存里边呢 是因为它这个底层的文件系统驱动里边呢 它实现了MMAP的操作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文件呢 映射到内存里边 那么这个MMAP呢 它不止可以把文件映射到内存里边 它还可以把设备映射到内存里边 那么怎么样把一个设备映射到内存里边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同样的我们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设备驱动里边呢 来实现MMAP呢 来执行相应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里边呢 还有个地方要澄清一下 这个把设备映射到内存里边的话呢 其实它的本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驱动里边属于设备的这段内存呢 映射到什么呢 映射到进程空间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当你把这个设备 当你把这个驱动里边属于设备的这段内存 映射到这个进程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以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在进程里边呢 访问什么呢 访问这个驱动里边属于设备的这段内存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例子呢 就是以这个基础来进行的 那么我们呢 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驱动里边呢 需要怎么实现这个MMAP的这个行数 这个驱动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它呢是一个字符设备驱动 然后呢 我在这里边呢 实现了一个testopen和testmap行数 那么这个testmap行数呢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 file operation里边的MMAP的操作 所以我们实现了这个操作以后呢 那么当你上层对这个设备 调用MMAP的时候呢 就会调到我们驱动里边的这个MMAP这个行数 那么我们呢 就需要在这个MMAP里边呢 去实现一些映射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上层的应用程序呢 就可以把这个进程里边的这个虚拟区域呢 映射到我们的驱动里边的内存区域 我们从上往下看 首先它在open的时候呢 它会去kmaloc呢 去申请一个date 申请一个date 因为这个date呢是一个指针 所以它会申请一个date 那么这个date呢 它指向的内存呢 是多大呢 是8192个字节 8192个字节 那么jlp可能呢 表示什么 表示这段内存呢 是在内核里边使用的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open函数呢 就是先申请了一个内存 那么这段内存的话呢 很明显是属于这个驱动的 所以呢 它也是属于这个设备的内存 这个动作是在内核里边完成的 所以呢 这个date这个指针呢 它是位于我们的一个内核 内核空间的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links内核里边呢 它是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的 用户空间呢 是0到3G 讲义 那么内核空间呢 是3G到4G讲义 所以我们这个date呢 它是在内核空间里边申请内存 所以这个date呢 它就是大于3G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对这段内存做了什么事情 它呢 首先给这段内存呢 负了个值 那么这里边的话 就是负值了 因为这个内存呢 是8192 8192 根据我们上面的 上面之前的讲解 那么一个块呢 是4096 所以其实这个892的话呢 就是申请了两个块 两个块 那么这个就是负个值 负值的时候呢 它是循环的负 从0负到什么呢 从0负到255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执行了这样一个负循环 那么这个负循环是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负循环呢 它首先呢 通过调用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是VIRT2Page 第一次的话呢 I等于0 那么I等于0的话呢 那么这个date呢 就等于这个date 就等于这个date 所以就是说 它会调用什么呢 它以date这个仓数的话呢 来执行这个VIRT2Pag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IRT2Page 什么意思 那么VIRT2Page呢 它是一个红定义 它呢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它这个红定义 那么这个红定义呢 稍强复杂 它呢需要想把这个地址呢 转化成一个什么呢 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用户空间呢 它是有一个 它使用的是 CPU用的是一个虚拟内存区 就是虚拟地址 那么在内核空间呢 同样的 它用的也是虚拟地址 但是呢 这个虚拟地址呢 最终是需要转 转换成一个实际的物理地址 才能够存放数据的 所以我们上几个讲到 在我们的用户空间里边 那么它呢 是有一个二级页表映射 这样一种机制 那么对于内核里边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内核里边呢 它也是有它自己的页表的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这边申请的这个地址 这个date呢 它也是一个内核里边的一个虚拟地址 那么 当它调到 调到这个行数的时候呢 那么它这个行数的话呢 就会首先 首先呢 把这个地址呢 调用它 那么这个 它是干什么呢 那么这个 两个下滑项 PA呢 就是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相转换成一个物理地址 相转换成一个物理地址 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页表映射的一个过程 那么转换成实际的物理地址以后呢 然后呢 再往右 干嘛呢 再往右 偏移什么呢 偏移 12 再往右偏移12位 对于ARM里边也是12位 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要偏移12位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讲过 那么六四地盒里边呢 它去管理我们的这个物理块的时候呢 它是按一个一个配置来管理的 并且呢 每一个配置是4K 是4K 所以这个KADDR呢 它通过这个 这个PA这个行数的话呢 它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地址 它的一个物理地址 它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得到这个物理地址以后呢 因为我们内核里边呢 它这个物理地址呢 是按4K4K来管理的 所以呢 它就要往右偏移12位 偏移12位 然后呢 得到什么呢 得到它这个地址的 它得到它这个物理地址的一个4K偏移 4K偏移 也就是得到它这个块的一个起始地址 就是它的物理块的起始地址 这几步的话呢 就得到了 它的这个物理块的起始地址 那么得到这个物理块的起始地址以后呢 然后呢 以这个参数的话呢 再调用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呢 是PFN2Page 那么PFN2Page 从字面意思来看呢 它是要干嘛呢 它是要得到Page这个结构体 而Page这个结构体呢 我们上几个也讲过 这个Page结构体呢 它就是内核里边呢 用来描述什么呢 描述真实的物理块的 并且呢 描述的是4K4K的物理块 这个行数的话呢 看起来呢 就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 这个物理块的起始地址呢 得到相应的一个Page 这样一个结构体 所以这个红定义呢 它就是干嘛呢 它就是 想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来转换成一个物理地址 然后呢 再得到这个物理地址的一个 这个4K的偏移 然后呢 根据这个偏移4K的这个 4K物理块的 就是根据它这个物理块的 一个起始地址呢 来得到 就是内核里边 用来表示物理块的这个 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 所以这个MyPage呢 就是一个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每个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就是用来描述 Links内核里边的 每一个实际的物理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视 每一个物理液 有一个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 来跟它相对应 所以它呢 就表示一个物理块 就是物理页面 那么得到这个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 以后呢 那么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么它调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的仓数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Page 这样一个结构体 它这个函数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块呢 保留保存在内存里边 不把它置放出去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我假如说大家使用过Links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Links里边有个Swipe分区 那么这个Swipe分区是干什么呢 它呢 一般是用于当系统 这个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物理内存里面的信息呢 相置放到这个Swipe分区里边 然后的话呢 原来的物理块呢 就可以被释放出来使用了 那么这里边呢 那么对这个物理块 调用这个函数呢 就表示说这个物理块呢 它是不能够被换出的 所以当系统这个 当系统Links系统里边 这个内存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也是不会把这个物理块 来置放到Swipe分区的 所以它就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物理块 我们这个驱动呢 它会一直使用 所以你呢 是不应该 也不能够把它置放出去的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块 那么这个复循环的话呢 它会循环两次 为什么循环两次呢 因为这个内存区的大小呢 它是8192 也就是两个4096 也就是两个4K 那么一个配置呢 是表示什么呢 是表示一个4K的物理块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8192 所以就需要两个配置 就需要两个配置 所以这句代码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4096这段内存区域 它的一个对应的什么呢 因为这个得到这个Date呢 其实是它的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虚拟地址 所以当你掉MyLock的时候呢 这个Date这个虚拟地址 跟它实际的物理地址的对应关系呢 就已经降临好了 所以呢 这里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往这个Date这个结构 这个里边呢 去写数据了 那么写数据的时候呢 就会写到它对应的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里边 所以这个初实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申请了一个地址 那么申请了一个内存 那么这段内存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属于驱动自己的一个内存区域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硬件的内存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设置OK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MAP呢 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 那个我们的这个设备 设备里边的内存呢 是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这个open里边的 在open卡住里边呢 我们申请的这段内存呢 就是属于设备的内存 设备的内存 那么这个设备内存呢 是在什么呢 是在内核空间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用户空间 这个MMAP 怎么样把这段 这段内存区域 映示到我们的一个进程的进程空间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里边的这个MMAP 它所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MMAP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仓数呢 跟之前的那个readwrite呢 是不一样 有哪些不一样呢 第一个仓数呢 它还是file 那么第二个仓数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VMA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了 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结合我们上之前的讲解 那个VMA这个结构体呢 其实就是表示进程里边的一段内存区域嘛 所以当你用户空间的应用程序 对这个对我们这个设备 调用MMAP的时候呢 那么它呢 首先会创建一个新的VMA 并且初始化 然后加入到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里边 加进来以后呢 然后就会调用驱动的MMAP 那么调用驱动MMAP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第一步创建的这个VMA呢 传给这个驱动 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的这个 VMA area strata这个结构体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进程空间呢 调用什么呢 进程里边调用这个 进程里边调用这个MMAP的时候呢 它创建的 它创建的 所以 所以我们这里边的这个结构体呢 就表示什么呢 其实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进程呢 希望把设备里边的设备的这个内存区域呢 映射到什么呢 映射到它所表示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所以这个驱动里边的这个MMAP 它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建立什么呢 其实就是建立它所表示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属于这个设备的这个内存区域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 那么映射关系建立好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进程里边呢 就可以直接呢 去操作我们的驱动里边的这个内存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 那么这里边的实现呢 首先呢 它是定义了一个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呢 它把这个data呢 调用VIRT to PHYS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红定义呢 其实跟我们上面这个红定义呢 是有一些相同之处了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相什么呢 相转合成一个物理地址 然后根据这个物理地址呢 来得到这个物理地址所属的块号 然后呢 得到它的一个strat page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呢 相对简单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把这个虚拟地址来转合成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因为我们在这个呃 这里边初始化的时候呢 执行这个mywork的时候呢 其实内核里面呢 就已经为这个虚拟地址呢 分配分配了实际的物理地址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行数呢 来得到它所对应的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它对的物理地址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映射关系 啊 所以这个PHS呢 就是就是它所对应的一个实际的物理地址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调用它讲句它 呃 因为这段区域 这段区域呢 是进程 表示进程的虚拟内存区域 那么end讲句start呢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这段虚拟内存区域的大小 就是它的长度 然后这里边的话呢 是一个printk 那么这个printk呢 是把这个进程里边的这个 新建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的一个起始地址 跟结束地址呢 打印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偏移这个 这个值呢 是刚好就是12 那么它偏移12的 其实就是得到了相对哪一个 呃 这个物理块号 就是相对那个物理块号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到这个行数呢 来建立一个映射 那么这个映射是什么映射呢 那么它的映射呢 其实就建立了 它所代表的这个 进程虚拟虚拟层层区域 跟什么呢 跟这个 它所代表的这个物理块号之间的联系 呃 那么这个行数呢 它第一个仓数是一个VMA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体 第二个仓数呢 是一个VMA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进程里边的这个虚拟增区域的一个 起始地址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实际的物理块号 接着是一个长度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这段虚拟增区域 它的一个属性 它的一个属性 那么关于这个行数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原型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物理 物理地址 跟我们这个虚拟地址的一个映射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Links内核里边 它的映射呢 其实是建立的时候 是按块来建立的 呃 所以呃 所以这里边有了这个 有了我们的这个物理块号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呃 VIRT address呢 这个呢 就表明了这个 要映射的一个虚拟地址的一个 起始地址 那么有了这些信息呢 那么Links内核呢 就会通过这个行数呢 就会给我们降立好 他们的映射关系 那么降立好这个映射关系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在上层的应用程序里边呢 你通过他的这个指针 去访问什么呢 去访问的时候呢 因为他呢 已经跟这个物理地址呢 物理块号呢 已经降立了一项关系 所以其实他 你访问这个虚拟地址区域 其实呢 就是访问这个物理块号里面内容 那么这个物理块号里面内容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物理块号呢 在内核里面呢 其实他代表的是什么呢 他代表的是这个内存区域 那么这个内存呢 就是刚好是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内存 所以通过这两个 这两次转换呢 那么我们最终呢 就把用户空间的这个内存区域 映射到了什么呢 映射到了通过间接的方式呢 映射到了我们的这个驱动里面的这个内存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应用程序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的来访问驱动所属的这个内存区域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映射过程 这个映射过程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描述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进程里面呢 有他自己的 有他自己的一个页表 也就是说进程里面呢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这样一个映射的一个机制 那么在内核里面呢 同样我们也是有什么呢 也是内核里面 他也有他的虚拟地址跟物理地址的他的一个映射机制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 机制机理的话呢 原理都差不多都是虚拟地址呢 通过一个页表到一个物理地址 但是呢 他们的实际的页表可能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呢 先来画一张图 画一张图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什么呢 实际的一个呃 实际的一个物理地址 然后呢 我把它画成这 好 那么我们就假设他的这个物理的起始地址是0s7000000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整个进程的整个那个 Linux他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呢 是多少呢 是0到什么呢 0到 0到4G 减1 那么同时呢 底下的3G呢 是什么呢 底下的3G呢 是我们的一个进程空间 然后上面的1G呢 是什么呢 是内核空间 内核空间 好 那么 下面呢 下面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用户空间 也就是进程空间 当这个驱动你加载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就会 呃 申请一段内存嘛 申请的内存 那么 这个K MyLock 执行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就会怎么就会返回一个Date 返回一个Date 因为这个Date呢 他是一个还是一个虚拟地址 还是一个虚拟地址 呃 但是这个KMyLock 他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给这个虚拟地址呢 降丽他和一个实际的物理地址的一个营兆关系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申请的是一个8K 是一个808192 那么就是两个4K 两个4K 那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他呢 会申请两个4K 就是两块 两块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一块 然后比如说这个呢 是一块 比如说 这就是两块 两块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Date呢 假设我们的Date呢 就指向这里边 这个是我们的Date 那么从Date到这开始的话呢 就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是我们的8K的一个 属于设备的8K的一个内存区域 因为这个Date呢 它是一个虚拟地址 当这个KMyLock KZLock执行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就会为这个虚拟地址来 干嘛呢 为这个虚拟地址呢 来给他分配相应的一个物理内存 那么假设呢 他分配的物理内存是这里边 那么他呢 也是4K 4K 那么分配好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地址呢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地址呢 他就映射到了什么呢 映射到了这块物理地址 那么我们就假设说 这块物理地址呢 他映射到了什么呢 映射到了这一块 然后呢 下面这块的话呢 那么他映射到的物理地址是 是这一块 这一块 所以你看这里边一共是8K嘛 8K的话就是两个4K 两个4K 因为我们的映射的话呢 是按4K 4K来映射的 所以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驱动里边呢 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执行一个KZ的时候呢 那么就会为这个 就会降丽一个 内存映射这样一个关系 同时呢 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这个date呢 返回返回来 你下次访问的 你下次往这个date里边写值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就是往这个物理地址里边写值 所以因为他们两个 他这个内核里边的这个虚拟地址 跟这段物理地址呢 就是他的映射降临好了 所以你往这里边写什么 其实写到的值呢 都在这个地址里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内核里边 那么当用户空间 那么这里边 当用户空间调用什么 调用MAP的时候呢 那么用户空间呢 他会 他会申请一个VMA VMA这样一个结构 他就会申请一段VMA 这个VMA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VMA 这个 A 这个 这个 START 这个结构体 然后呢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VMA 他有一个VMASTART 就是表示这段内存区的一个 其实地址嘛 START 然后呢 还有一个AND VMAAND VMAAND 那么建立好这个虚拟地址区以后呢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了 这个我们根据我们上级课的简介 用户空间的这个 MAP呢 他会第一个创建好一个新的VMA 并且出时化 然后呢 加到这个虚拟地址区域里边 然后第二个呢 就会调用驱动这个MMAP行数呢 建立用户空间的VMA和驱动空间的 第几空间之间的粮系 在这里边的话 就会掉到驱动里边的这个MMAP 那么在驱动的MMAP里边呢 我们就会 到这个行数呢 来建立好他这个东西 跟这个文件 这个物理 物理块号之间粮系 但是呢 这个物理块号 我们这里边算的时候呢 是根据这个Date算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物理块号呢 其实就是这个Date呢 它所 它 它所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物理块号 所以这个行数的话呢 其实呢 它就是降丽什么呢 它就是降丽 这个虚拟区域跟什么呢 跟这里边这些物理 地址之间的粮系 跟他们这样粮系 所以降丽一个粮系以后呢 我们来看 你在内核空间 你访问Date呢 访问的是这段物理内存 那么你在这个进程里边呢 你掉用MMAP以后呢 因为MMAP呢 它会返回一个 会有一个返回值 MMAP呢 它的返回值呢 它的返回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指针 它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 这个指针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指针呢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VMA 就是这个VMA start 就是这个VMA start 所以当你 对这个MMAP的返回值操作 也就是个VMA start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操作的 就是这段物理内存 所以 经过这样一个映射呢 就是说 其实是两次映射 内核空间呢 它的一个映射 进程空间 它的一个映射 那么通过把内核空间 跟这个进程空间的 都映射到 同一段物理地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这个 内核空间 跟用户空间呢 它的一个共享访问 共享访问 所以呢 我们看起来呢 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把这个设备 映射到了我们的内存里边 那么其实它的本质呢 就是把驱动的这个私有 内存区域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物理地址呢 又映射到了我们的一个进程空间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间接的转换呢 那么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里边呢 就可以直接访问 就给访问驱动里边的 内存区域了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那是因为内核里边呢 它只提供了这个物理块号 和我们这个进程的 虚拟内存区域之间的映射 这样一个函数 而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呢 为我们提供进程和到内核空间 直接映射这样一种机制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用驱动的这个MMAP呢 来这样降下的实现 这样一种共享访问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这里边讲的这个MMAP 它把设备映射到什么呢 映射到当前进程 虚拟内存区的一个机制 一个原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把这个驱动的来给它运行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写个应用程序来测试一下 我们想把这个驱动编译一下 然后呢 把它插到我们的内核里 好 插入成功了 插入成功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串键设备节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程序 这个测试程序呢 很简单 那么它呢 会打开我们这个设备 因为我们这个驱动对应的设备呢 是第一位TestTrop 然后呢 打开以后呢 我们来把它建立一个映射 把它映射到当前进程空间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buff的值呢 buf的值呢 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我只打印了前64个值 虽然说我们这个驱动里边的这个内核呢 是8192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为了显示这块比较好看 那么我呢 只是把它打印了64个字节 那么打印这个64个字节的时候呢 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值是多少 驱动里边呢 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把这个值呢 初始化成了从0到255这样一个循环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要留意一下 这个值是多少 好 那完了以后呢 我又把这个值呢 写成了 改成了0s55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修改以后的值呢 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直线结果 那么这里边可能是我这个设备节点 现在有问题 第一位 创建是第一位 然后呢 我再尝试一下 这个呢 就是整个值线结果 那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建立了这个映射关系以后呢 那么它先把这个值打印出来 在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里边呢 我们只是把它的前64个字节打印出来 那么前64个字节呢 刚好是从0开始 为什么从0开始呢 因为这个MMAP呢 执行成功以后呢 那么就降丽了什么呢 降丽了我们这个用户空间呢 和我们这个驱动里边的这个 内存区域的一个联系 也就是说降丽了和这个Date 这样一段内存区域的联系 所以我们这里边Buffer的值呢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驱动里边这个Date的值 因为我们后面呢 会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值呢 做了修改 所以再读出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值呢 也就修改 也就修改了 所以啊 其实驱动驱动里边的这个 这个这里边的这个值呢 也就改变了 也就改变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里边 这个MMAP映射的 它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驱动的MMAP映射呢 它其实呢 它只是一小部分 它呢 其实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Linux内核里边 Linux内核里边它的一个呃内存映射的这样一个机制 呃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MMAP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呢 那么在我们用程序里边调用MMAP降力和设备内存之间联系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用程序里边我们直接访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就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那么就不需要有什么呢 不需要有内存拷贝这样的动作 所以呢 也就节省了什么呢 节省了readwrite里边的copy to user 或者copy from user这样一个开销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这个驱动或者应用程序的运行效率呢 是有非常大的提高 非常大提高 那么在我们后续的例子里边呢 我们在讲我们这个frame buffer驱动的时候呢 它里边呢 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 因为对于对于frame buffer操作来讲呢 因为它呢 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响存呢 看作一段缓冲区了 那么假如说 你用readwrite的时候呢 你用readwrite操作响存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开销是非常大的 因为藏起也不说这个响存的内存比较大 关键是说我们frame buffer工作的时候呢 那么它一秒呢 就会刷新的60次左右 刷新60次 那么你就需要经过60次的这样一个copy to user 或者copy from user这样的拷贝 那么这样的话呢 开销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在我们frame buffer驱动里面呢 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使用了mmap这样一种操作 这样一种操作 那么我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一个针对frame buffer的 针对frame buffer执行mmap操作的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它是想打开我们这个frame buffer驱动 然后呢 把这个frame buffer这个硬件 硬件呢 硬射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然后呢 我们修改这个frame buffer这个修改这个frame buffer这个内存的值 因为你修改这个frame buffer内存的值的时候 那么你的屏幕上的输出呢 就改变了 所以这里边这些呢 就是我来修改这个frame buffer的值 所以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把当前这个这个屏幕上的输出呢 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改变 那么关于这个frame buffer呢 我们这个这个程序的话 大家可以去自己呢 去编编译到 编译并且呢 放到我们的tinyiolet上运行一下 可以看一下指线结果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后续呢 还会详细讲到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